好 那當然這件事情 光是青鳥跟藍鷹們 看法就不一樣 對於藍鷹 藍鷹的支持者 立委們來說 國會職權修法 他們認為是要查出舞弊 那好不容易 這些內容從 挑燈夜站三讀通過 到立院擴權複議 投開票後 他們守住了藍白堅持的法案 現在總統提示 現即暫停處分 未來只能讓大法官去做判定 國民黨的立委吳宗憲 他現在就說出了一句話 他說這個職權修法 他評估只有部分違憲 那你看部分違憲 這四個字就讓有些人懵啦 就有人嗆他說 那你知道有部分違憲 怎麼還會支持通過 他才跳出來解釋 表示如果大法官是民進黨當選 那他們提案 很可能被認為全部違憲 但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這是他所說的頂多 就是部分違憲 那當然同樣是藍鷹的總交傅坤奇 對於這件事就很不客氣 他直接嗆 要賴清德勇敢面對國會國人 也質疑 難道台灣是極權君主 專制政權嗎 人民沒有資的權利嘛 台灣已經成為皇帝 是中央極權 專制壓迫的政府嘛 公民黨團總召傅坤奇 針對總統賴清德宣布 申請釋憲以及暫停處分 後火力全開綠營 幫忙還價 稱釋憲是維護憲政體制 面對藍白聯手否決副議案後 民進黨也發動釋憲程序 只要大法官認定有言辭辯論 需要憲法法庭將成為下個戰場 我們尊重那個申請釋憲的一個決定 釋憲案可能來不及 這個是尊重那個憲法法庭的一個決定 不止民進黨團總統府與行政院 接下來也準備接續提起釋憲 不過國民黨立委吳宗憲才評估法案 只是部分違憲而已 被綠營抨擊 民知道是濫權違反憲法 還強行通過 他的前提是因為大法官是民進黨挑選的 那如果我們沒有辦法信任大法官能夠持平的依據憲法判決 那會不會造成條文全部被他認定危險 財文立場對釋憲有信心 覆益暗戰線延長釋憲暗潮夜攻防不斷 華視新聞另外與彭冠玲S小組台報道